作词 作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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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是谁 我是阿赵的朋友 江骊 把他给我摁好了 送去青楼抵战 救命啊 给我老实点 救命啊 走 救命啊 救命啊 走 放开 光天化日强强迷女 还有没有王法 你谁啊你 少管闲事啊 欠老子钱 我已经说过了 每个月会还你五两 我不会赖账的 五两 你爹可是欠了我五十两 万一有一天你跟他一样 跑都找不到了 这钱 我问谁要啊 逼粮为昌可是有为律法 况且这位娘子已经说了会还 你们为何还要苦苦相逼 多管闲事 给我上 知道错了没 知道了 知道了 他欠你的钱 以后按月慢慢还给你 这期间你再敢骚扰他 就修改我铁权无情 是是是 都疼你的 都疼你的 十块钱啊 走走走 你没事吧 少侠的大恩大德 穷之永生难忘 那帮人定是最心不死 以后 我每五日来陆阳一次 若是他们再敢自食 我帮你把他们多打破 我以为 他只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 后来他当真没侮辱来看我一次 那个时候 他每次来陆阳前 总会是好几套衣服 直到心满意足才会出门 你和他好像很熟 阿昭的姐姐 是我的朋友 是阿昭的姐姐告诉我的 在刻什么呢 这么丑 算了 我再刻一个 这么多啊 你这是给谁刻的呀 这么用心 我的心上人 人家送东西都是刻对方的名字 你怎么还刻上自己的了 我在这个上面刻上我自己的名字 这样他看到才能想起我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我还是梁家女 可是现在 他大概对我很失望吧 所以再也没有找过我 世事无常 他不是不想来看你 而是 他死了 薛昭在去往京城的路上 遭强盗截杀 其实何处 不仅如此 薛家三口 他父亲 他姐姐 都死了 EXO 我 仅仅半年之内 薛家三口接连出师 这其中定有不寻常之处 我思思来 就是要素本追缘 我想问问你 你是否知道些什么 这个 是阿昭最后一次看卧室给我的 里面边有十两印子 他说 若是债主再少上班 便用这印子定位一下 可是那些人 见阿昭再也没有出现 便愈发成功 哪里看得上这些些 你见过这个吗 看看认不认识 这是阿昭塞在银亮中的 那上面的话我看不懂 可是标述的笔细我认得出 就是阿昭的 我一直自己收着 从未给别人看过 既然是他留给你的 把他收好 娘子 我有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 这西花楼 是路阳鼎盛的富贵温柔乡 你打听路阳的事比我容易 我想请穷之娘子帮我打听一下 怀乡县令薛怀元 半年前是因何而死 后世是谁在料理 葬在何处 也算是全了我和薛家的情谊 这 这是我姓阿昭的 永日亦不容辞 那我就静候娘子的佳音了 娘子 阿昭的 丧在何处 薛昭的遗冠中 在京城 他们姐弟二人 会回到故乡 我定会让他们再相聚 我 给你两条路 一 去找楚澜告密 二 跟我联手 联手 扳倒楚澜 我给你解药 你比楚澜更有趣 你比楚澜更有趣 若我帮你扳倒的 你愿意常来吗 看你表现 肃国公 你怎么在这儿 查案 这么巧 我来路洋 你也来路洋查案 怎么 你又想说 我在跟踪你 走得这么急 你的东西都掉了 你 这么精致的玉佩 留给乌兰德了 看来是我误会了 你果然是来办案的 不打扰了 我先走了 阿黎 阿黎 看来你是不想合作了 小娘子吃醋是正常的 解释清楚就行了 吃醋 这一次我就饶了你 若还有下次 我不建议换个人合作 你怎么办 姐姐 我刚刚在前门溜达 看见肃国公他也在这儿 他如何 和我无关 娘子 这是这个月的账本 不用算了 都在我脑子里 立正堂这月卖出九百二十一匹布 共计一千三百五十三里 收入比上月增加了一成 但从账面上来看的话 倒是好的 但是刚入寒秋 正是人们天心衣的时候 这秋衣也比夏衣贵上不少 那么拉到总账来看的话 这月倒是脑子亏空 娘子别算了 夫人还在屋里等你呢 走 我回来了 娘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夫人哪 娘娘娘娘娘 娘娘娘娘娘 你又怎么了 李妈妈 李妈妈 不许多 爹 你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小野狐狸精 什么小野狐狸精啊 你带回来的你问我 我啊 带回来的 小野狐狸精 你说他是阿黎吧 你看看你看看 都教得这么亲切了 还说不是小野狐狸精 哎呀 你们说的这个 小野狐狸精 是咱们亲戚 精成那个 江家阿黎 瞧不起我们夜家商户那个 爹 我们家都乱成什么样子了 你干嘛带这么大一个麻烦回来啊 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 他现在可是向国家的千金 也是你的表妹 这小野狐狸精 进了咱夜家的大门 你说这 爹 你儿子先解决好眼前的麻烦吗 你让我去死吧 这小野狐狸精 进了咱夜家大门 夜家就又换你了 夫人 你不能走啊 你让我走吧 这个家有的小狐狸精陪我 有我就没有那个小野狐狸精 我和你一起去趁夜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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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倒什么呢 我夫人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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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死了 咱们也得把话说清楚啊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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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着堂哥成了护布袁外郎 就巴巴的凑上了 爹你也是 你干嘛非得把他给带回来啊 你这丫头就会忽烈烈 就算你堂哥当了护布袁外郎 那他们江家也犯不着霸解我们夜家啊 再说了 你的表妹 她自己说要跟来的 我还能拦着她 不让她跟来 我可没认她是我的表妹啊 先怎么着吧 走着看吧 家里最近事多 铺子里也不太平 老太太正在为生意的事 犯头疼病呢 要是让她知道阿黎来了 指不定能闹出什么大事来 先把生意上的事了了 老夫人那边 又慢慢跟她说 免得把老人家给惊着 但是就这么把她放着也不行啊 咱们家高低得出一个人 明天好好招待一下姜丽 不然搞得咱们家 好像没有礼数一样 让姜家看笑话 谁去啊 看我干吗 我刚跟她闹完别扭 谁去都不能我去 别看我呀 我明天还要去铺子上的 我没那闲工夫 你们都看着我做什么呀 江黎一直都是我接待的 你们都不出现 搞得好像咱们叶家 不待见她似的 要不 那就按咱们家的老规矩 抓究吧 三个纸团 只有一个有字 谁先抽到 谁就去 我不抽 夫人先来 佳儿最小 佳儿先 我先说的不抽 来一个 来一个 辛苦佳儿了 明天休息一天 起来 赶紧叫马夫把马车准备好 记得叫厨房ב点点子放车上 还有洗脸的热水备好了 好了 衣服手 shared呢 备好了 胭脂 同啊 童儿 姐姐 你醒来 这一大早的 谁在外面说话 姐姐 是佳儿娘子 佳儿娘子一大早起来 便叫咱们出去玩呢 出去玩 这么早 姐姐 昨天轻易说的事 你也没有休息好 要不我先再去聚了 咱们再多睡一会儿 人家是好心安排 咱们不去不行 反正是玩 走 替我梳洗 还没起啊 这都提前多久叫了 你们起晚了 多几个人梳洗快点 表姐 今天 先去百丈山 之后撕进湖 中午觉味楼吃特色菜 下午去百楼看戏法 庙园关口 晚上凉水和饭中 表姐 其实不用去那么多地方 时间还能宽裕些 都是到陆阳必玩的地方 只要你们严格按计划进行 一定可以完成 我可抽不出两天时间来陪你们 表姐 我知道你是受家人委托 怕委屈了我 想到处陪我玩 其实 我之前旅途劳累 并无游玩之意 你什么意思啊 先往安排得不够好呗 哪儿不喜欢可以换 那不如这样 我去跟二舅和二舅母说 这陆阳的山水名胜 美味佳肴 表姐都带我见识了个遍 这样呢 你不用太辛苦 我们也不用浪费时间 可好 既然表妹这么不见外 那我也就名人不说暗话 这可是你自己说不去的 不是我招待不周 表姐费心安排 招待 必定周先 你早说不就得了 我店里还一堆 找上门的麻烦事 等着我去处理呢 马车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天亮了 出去爱逛哪逛哪 天黑的再回来 表姐 我想去家里店铺看看 我出来的时候 衣服戴得不多 我想坐身新衣裳 你不知道现在天还没亮吗 你不知道现在店铺 还没开门吗 一个是身后出发 嗯 走 三郎 这 这钱不能给你啊 三郎 柜上所有银钱出入都是要入账的 你要支取的话 必须得有主人盖戳的条子 这是规矩 上次来还没这规矩 这回就有了 你是在立我的规矩啊 三叔 三叔 三郎 这使不得呀 这 三郎 使不得呀 杰儿表姐 她这是怎么了 估计又做了什么生意 把钱给霍霍光了 来借钱来了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解决好了 你再过来吧 嗯 我这儿没分 三叔 回路扬了不回家 在这儿闹什么呢 夏二娘子 你可算来了 哎呀 哎呀 钱啊 来得正好 快给三叔拿点钱 三叔有笔买卖 就差最后一笔为款了 三叔想要多少 随便来个几千两万 什么买卖啊 说了你也不知道 给钱就完了 等三叔赚钱了 多分你几笔 三叔 我可不想背一堆烂账 成本事了啊 你个小丫头骗子 做点买卖赚点钱 就不认三叔了 别废话给钱就完了 不借 三叔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你先把勤账清了 我再借给你 否则的话 你还是找我爹吧 还真掌本事了啊 那你爹压我 那你别怪三叔今天不客气了 今儿不给我钱 我就不走了 对 不走了 三郎 怎么着 你还想打我 你打我试试 不敢不敢 滚 我可是你三叔 信不信我找你租母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三舅 如今立正堂的账 都是我表姐在管 就别为难他了 三舅 我是哪门子舅舅 去去去去 三舅 我是姜黎 我的母亲 是叶蓁蓁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家 在外面一定要学会 保护好自己 三弟永远是我的大侠 会保护我的 珍珍姐 你一定要幸福 我很幸福 好 娘 求求你 让我到姜家去 把珍珍姐和阿黎带回来 姐姐生前最怕一个人 我不能让她一个人 孤零零地离开啊娘 娘 她已经嫁进了姜家 她生是姜家的人 死是姜家的鬼 娘 是 这 这 阿黎 是 你什么时候来的路养 前两日 我跟二舅一起来的 今日正好有空 就来铺子里看看 这些年 你过得还好吗 说来话长 三舅 要不我们回家细聊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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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 看在你娘的面上 这钱我就不要了 阿顺 走 这 这就走了 走走走走走 表妹 你不是想裁几件衣服吗 来 瞧瞧看 有没有喜欢的 好 江二娘子 这是咱们店里啊 新出的料子 质地好得很 颜色也是最失心的 前掌柜 前掌柜 我要求退货 赵叔 你刚才说什么 退货 这事是拖不下去了 既然你父亲他们不在 那我就先和你说说吧 表妹 我与赵叔有事相伤 你看上哪笔布 让掌柜的包起来 借我账上 表姐 你先去忙 这边请 好 姐姐 你有心事吗 我总觉得叶家遇上了麻烦 而且这个麻烦还不小 叶茗玉这个混账 出去混了几年 成什么了 成土匪了 你说 还去了哪几年铺子 我 我不知道 你 这个叶老三 阿里回来了 二舅 阿里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家二没陪你吗 家二姐安排得很周全 零儿今日玩得很开心 他去店铺里面处理些事情 我这才自己回来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二舅 这家里边的生意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这 二郎 夫人 佟福尹派人过来了 佟福尹 他派人来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 诸县卫 不知这次前来所为何事啊 叶老板 佟福尹请你走一趟 走 去哪儿啊 他是犯了什么事儿 为何偏偏只请他 你们这是唱哪一出啊 夫人好大的脾气啊 下官当差办事 这些问题 还请叶老板 跟佟福尹说吧 你 咱们的生意清清白白 深正不怕影子外 我就跟他们走一趟 朱县卫 可否稍等片刻 我跟家人嘱咐几句啊 阿里啊 本来这两天 是要带你见一下外祖母的 没成想着中间出了这些事 你还要再等一等啊 阿舅 先去忙你的 夫人 我不在的这几日 辛苦你料理一下家中 立正堂那边若有什么事 就交给咱们的家儿去处理 这正好也是个时机 好让他历练起来 母亲那边 你暂且不要告诉他 我去见佟福尹 切记 朱县卫 二郎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这就得问佟福尹啊 叶老板 交代完了就走吧 楚蓝七日之后入路养 做好准备 炉猫 点贤 喂我 不要 扔吧 都空了 来西花楼 我留个时间给你 主角 你说你办事就办事 怎么还捏花舌草的 这桃花债可不好还呢 住嘴 主君 佟智阳已经动手了 早了点 他派了人直接冲到叶家前堂里抓人 动静还不小 现在叶家想瞒也瞒不住了 估计整个陆阳都知道了 做给李家看的 动静自然不能消 听说当时姜二娘子也在场 只不过姜二娘子没动作 这一回 我不是真的要被李家给得逞 你这叫既吃不计倒 怎么还敢小瞧他 我已经很不敢小看他了 只是这骨香段有问题的事 一旦传了出去 这立正堂不保 眼下叶明轩又不在 叶家只剩下几个女的 这李家一张口就给吞了 主君 我们是不是该入局了 不要把人都当傻子 这场戏还没演完 可别太早下截乱 继续定制叶家 是 是 桐儿 再帮我接杯浓茶 姐姐 现在这么晚了 喝多了浓茶伤神 你今天早晨还起得那么早 表妹 你还是先回院子休息吧 别在这儿陪我们熬着了 若是今天晚上得不到消息 我也彻夜难免 怕就怕 等到最后是个最坏的结果 夫人 怎么说 小人连同府尹的面都没见上 想着拿闲去打点那些官差 竟无一人感受 谁有此理 杀人犯还有三堂会审呢 我们叶家人被抓了 一点交代都没有 我 我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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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我叫死在那府邑门口 别吞了 你别吞了 我 我看他妈干吗干这么猖狂 二舅母 先别着急 二舅母 二舅母现在应该还是安全的 今日闹出这么大的阵仗 进宅拿人 带走二舅母之后 没有开堂会审 也没有官府公文 昭告天下 我猜想 童之阳他们是想代价而沽 代价而沽 可是他不是不收咱们钱吗 这跟做生意一样 两边开价 打价中间都有一个 博弈拉扯的过程 此时是以人为祸 代价而沽 可他们迟迟又不肯开价 他们是等着 让叶家压上全部身家 他敢 娘 娘 先听江丽说完 好好好 二舅母说的并不无道理 他童之阳虽归为福尹 可我们叶家在路阳 也不是无名小卒 一 没有举证 二 没有公文 他就这样拿了叶家的当家人 那童之阳不怕被一本参到京城吗 表妹 你的意思是 恐怕 他也只是个中间行走的衙行 他背后还有其他的受益之人 陆阳福尹都做了衙行 草年 我们叶家清清白白生意人 我们这是招了哪门 才厉害人物呀 这生意上没有得罪过其他人 那其他地方可能就不一定了 你的意思是 实不相瞒在京城 叶表哥曾拒绝过别人的招安 招安 是 向国李仲南有个儿子叫李莲 和叶表哥是国子剑的同窗 他不惜涉及叶表哥 为了达到自己拉拢的目的 被叶表哥识破后 就此决裂 这也不至于呀 就这么点小事 你说 这 官场无小事 所以你的意思是 他们想利用叶家来威胁我哥 这也只是我目前的猜测 不过 在背后之人露出真实意图之前 二舅是不会有事的 那 那世杰岂不是很危险 叶表哥在京城 刚被圣上钦点做了官 再加上我们江家的殷亲关系 其他人轻易动不了他 倒是我们不要乱了阵脚 或许他们就是想让我们忙中出错 听你这么一说啊 我心里宽松了不少啊 那我们就等着 等着童志杨出招吧 二舅母 古香段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思来想去 怕就是此事让人捏了短去 古香段是我们叶家的制行制造的 你眼下的 是近三个月以来制行所产的所有样品 我来来回回检查没有任何问题 不知从哪传出的谣言 说古香段传死人了 一席之间传得沸沸扬扬 陆阳的布行和成衣铺子都不敢要的 都要来退货 如今细细想来 此事从传言起就是在作剧 那有没有调查过 这传死人的事是真是假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有这个传言之后 父亲就派了大量的人手去调查此事 死人没有找到 但是真的发现了一批有问题的古香段 接触过这批布料的人 全身都起了红疹子 如今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传言究竟是真是假了 那明日一早 我们一起去看看这批有问题的料子 表妹 今天若不是你稳住了阵脚 叶家怕是要大乱了 我虽然通做生意 但是不懂官场这些弯弯绕绕 也都亏了你安抚住我娘 我是叶家的外甥女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同你如此客气 这倒显得我矫情了 不过 我还是很担心 担心什么 我怕这仅仅是个开始 如果这次不能够让背后的人如意 那叶家从此是不是就没有安生日子了 为何要让他们如这次意啊 你不是说官场 难道苦学十年登仕途 一朝富贵成诸侯 就是为了手起道落斩杀百姓吗 他们才不会因为你们的退让就死罢休 反而会得寸进尺赶尽杀绝 叶氏祖辟毕露蓝绿 至今富甲路养 此次 若是连你们都退让了 日后不光是叶家 不知会有多少人会因此受害 你说得对 当年我差点死在了真女堂 但是我撑过来了 既然我都能活着回来 叶家一定不会有事 表妹 怎么没见二寿母啊 我娘去照顾祖母了 现在家里上上下下的人 都瞒着祖母 也不知道能够瞒多久 别担心 今日就将那骨香段 查个底朝天 娘子 不好了 立正堂 立正堂被人砸了 被砸了 那些人进来就开始砸东西 连立正堂的招牌都给砸了 我的鼻子都给打歪了 以后还怎么起媳妇啊 娘子 您快去看看吧 来了多少个人 少说也有几十人 将整个立正堂 都给包围了 他们说 是咱们以前卖出去的骨香段 还在祸害人 表妹 你在家等着我去看看 我们一起去 一起想办法 储君果真神通 李景秋在里面 他还是喜欢坐在茶楼 看自己造的烂西啊 那我们 阁下可是肃国公 包厢内有被李公子 让我请你进去一续 还说 你来见他 就光明正大的见 何必派人鬼鬼祟祟的探查 说谁鬼鬼祟祟呢 带路 这边 李公子 没想到在路阳能够遇见你 实在是有缘啊 好 我可是想到 会在路阳碰到你呢 好茶 配好戏 多谢李公子 原来李公子是请我来看人杂力政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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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多了 我们就只是喝茶啊 我们就只是喝茶啊 住手 我们也还遇到过这事啊 快住手 快住手 好不好 住手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 他直接叫娘子 成规的 娘子你来了 你们辛苦了 快进去擦擦伤吧 可 这么多人 没事 照有我 阿福 走吧 张贵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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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李政堂的长室 叶佳儿 有什么话 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 叶佳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劝你的 还交代个屁啊 你们叶佳的料子 都变成果实部了 就是啊 你们害人性命 还敢赚我们路阳百姓的钱 我看你们赚的是黑心钱 决的是人命债 谁是谁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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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不是人的 我不知道骨香段 会穿死人的说法 从何而来 但是我们叶佳 在这陆阳城做生意这么多年 商与都是有目共睹的 谋财害命的罪这么大 我们担不起 请各位留一口情 容我们去查明 骗子 叶佳就是骗子 杀人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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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救兵来了 恐怕不一定 行物来了 带走 你们凭什么抓我 闹事的人不抓 抓我是什么道理 我们接到报案 说你们立正堂 售卖劣之不量 还闹我出了人命 你不是管事的吗 跟我们走一趟 对 抓得好 他们立正堂的料子 都穿死人了 谁还不能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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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问大家 叶家的骨香段有问题 你们是听谁说的 瞧你这话说的呀 你们立正堂的骨香段有问题 这事谁不知道啊 你看看我 来 看看 来看看 我这一身的枕子呀 你把他看看啊 我这一身的枕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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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身的枕子 我这一身的枕子 这干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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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接上 这干什么啊 这干什么啊 头儿 诸位看看 我身上穿的衣服 正是立正堂的款式 是昨天叶掌柜送给我的新衣 也是骨香段的料子 可我穿了一整天 身上并未出现 你们这样的枕子 不信 好 若是不信 这几位娘子 传来看看 来 给我看看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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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确实裤子里的骨香段 若是骨香段 真的有问题 我穿在自己身上 不是自寻死路吗 你这有什么不可能 你是叶家的托儿 收了叶家的银钱 替叶家做戏 一条命算得要什么 那你可说错了 我的命 比起建立正堂 还要之前 大燕不惨 你谁呀你 我乃大燕当朝中书令 圣上太师之女 江黎 江黎 没想到 江二娘子 为了替叶家出头 不惜自报身份 就不怕有 包庇叶家之嫌吗 李公子 好戏还在后头呢 李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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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能穿越悲傷的境地 兩句冰冷 無情的身去牽著手 是否能度過雪季 冷風中 長夜裡 擁抱著殘留的暖衣 抬著身不堅定 可否埋葬昨天的嘆息 愛下去 用生命去珍惜 活下去 哪怕一線傷跡 無論悲傷或歡喜 我都相信你 寧願困在世界的良心 活下去 耗盡所有勇氣 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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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無力呼吸 穿越半身的孤寂 只為遇到你 顛沸 顛沸之後 就不再遠離 顛沸之後 就不再遠離 愛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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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